范贤看着那个年轻人笑了笑,只是被笑容掩藏极深的心思,却没有让这个年轻人发现。 他在草垫上已经站了好一会儿,看着这个年轻人从王杖里走了出来,等着这个年轻人渐渐靠近这片草垫,才说出那六个字。 他要给这个年轻人一个搭讪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这位从王杖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定很想和中原来的商人说货话。 而搭话的手段,是范贤最擅长的一项功夫,想当年北齐圣女海棠,最终也是败在他的口舌功夫之下,更何况是这位年轻人。 当然好。 那名年轻人呵呵笑着,说道,虽然只是六个字,但草原气势顿时被这六个字逼了出来。 这是借口,这是在草原上寂寞已久,极需要与中原来人聊天,了解思乡之仇的年轻人寻找到的一个很闭脚的借口,常年监察院的特务工作,让范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快速对下了决断。 这个年轻人面貌明显不是胡人,但却从王杖里走了出来,一定和自己追寻的人有些关联,所以他才会出手。 中原人?范贤固作胡一看着他,问道,一路商队里没有看见过你。 上回来的,有些货物没有出手,大王带我们这些客人极好,所以我便留了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处。 很明显,这位年轻人不是撒谎的高手,口气里被范贤听出了一些问题。 我是第一次来。 范贤呵呵笑着,指着面前的月牙海和草原,说道,没想到草原上的风光竟是如此迷人。 看久了,也会腻的。 那个年轻人苦笑着说道,哦,我今天刚到,还没办法感觉到腻。 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范贤好奇问道,都说胡人野蛮,你在这里住着,难道不怕他们忽然发疯? 乔装后的范贤,拥有一张清俊而诚恳的面容,加上他自在地说话口气和无比诚心的态度,很容易获得旁人的信任。 他与这位年轻人的谈话,很自然地进行了下去。 这位年轻人性未名无成,估计应该是个假名。 用他的话说,他也是入草原经商的一员,只是被迫无奈滞留在了草原之中,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多月了。 然而范贤的心中,已然有了计较,自然不会相信这些托词。 如果是商人,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进出王杖? 以有心算无心,以诚恳中的阴险,应付思乡的年轻人,他很轻松地套出一些话来。 尤其是那名年轻人的穿着打扮,那双已经被磨出痕迹的胡人皮靴,暴露了他在草原上已经待了很久。 通过这些谈话,范贤获得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比如,停留在月牙海王杖的中原人应该不止年轻人一个,长期停留的至少过了十人,又比如,王杖这两年来的一些细微变化,诸如此类。 终究是胡人的地盘,这次货物清空之后,魏兄还是回中原吧。 范贤很诚恳地邀请道,跟着我们商队一起走,路上安全也有保证。 魏无诚一愣,不知如何接话,看着这个年轻商人诚恳的表情,他心里竟有些歉疚之意。 他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会和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商人聊了这么久,但他能感觉到,这次谈话很舒服,对方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谈话对象。 如果魏无诚的这个推论被传了出去,只怕全天下人都会笑掉大牙,难庆犯贤,是能被信任的人。 好的,我去请示一下族中长辈。 魏无诚勉强笑着硬道,范贤却也不会傻到直接点破这一点,从草垫上站起身来拍了拍屁股,说道,魏兄,晚上见。 晚上,西湖王丈设宴招待中原来的商人,如果魏无诚真的是商人,那在宴会上一定能遇到。 魏无诚犹豫片刻后,解释道,晚上设宴是招待你们,我们估计不会来。 魏无诚没有口音,但他肯定不是商人。 范贤喝了一口羊奶酒,有些难受地皱了皱眉头,对身旁的沐风说道,而且,他在草原上至少待了一年,与他一到,可以随意进出王丈的,至少还有十来个人。 沐风看了大人一眼,压低声音问道,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应该差不多了。 范贤似乎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好到这种程度,但旋即摇了摇头,但这个魏无诚不是职业的间谍,不然不可能犯这么大的错误。 我在想,这些中原人停留在西湖境内,究竟是想做什么呢? 范贤哥下晚,看着沐风说道,最关键的是,那个叫松之先令的人还没有现出身形。 不管魏无诚这一行人能够帮到西湖什么,但是西湖王丈如此信任这行人,肯定是因为松之先令。 一大人的意思,我去打听了一下,但是没有敢直接说出姓名,怕引起他人注意。 沐风儿禀道,不过这两年多的时间,西湖蝉鱼并没有耐过妾妃,甚至除了正妻之外,连女人都没有过。 范贤停顿了片刻,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认为松之先令是个女人,所以沐风儿才会从这个角度着手去查。 但此时听到沐风儿的回禀,范贤不由,自嘲笑了起来。 说道,如果真的是他,怎么可能去当蝉鱼的宠妾? 还有一个问题,沐风儿认真说道,我觉得那个魏无诚出现得太巧,巧到不能解释,他说的话不能完全相信,万一是个陷阱,或者是误导怎么办? 我的目标本来就不是王丈里的那些中原人。 范贤低头说道,魏无诚的出现在你看来很巧,但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巧。 他摇了摇头说道,草原与中原完全是两个世界,你不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人对于家乡的思念。 魏无诚还是一个年轻人,思乡之情难以抑止。 看见我们这些来自中原的商人,当然想来说说话,听一下故土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思乡之情,真的会让人如此难受。 慕芳皱着眉头,暗想自己从一处调到起年小组后,也曾经外派差事,可并不觉得会如何。 似乎猜到慕芳在想什么,范贤说道,外派的差事总有做完的一天,但那些进出王丈的中原人,或者说北齐人,他们却可能永远也无法再回到故乡。 说完这句话,他陷入了沉默之中。 之所以对魏无诚的心思摸得如此清楚,完全是因为范贤十分了解,一个故土难回,滞留异乡的游子,心中会积压多少的情绪。 就像他自己一样,离开了那个满是药水味道的世界,便再也回不去了,虽不曾碎碎念过,可依然思念难以。 就算魏无诚思相心切,想和中原来的商人说说话,可难道王丈里的人们不怕他说漏嘴? 他用的是商人身份,我们又无法深入王丈去看西湖贵族们的议事过程,谁也无法证明什么。 很明显,慕风还是很担心魏无诚与提斯大人的偶然相遇,皱紧了眉头说道,只是觉得很奇怪,既然是随便聊天,为什么他不去找熊家的商人或者找我,偏偏找上了大人宁? 范贤沉默了片刻,一抹可爱的笑意扶上脸庞,开口说道,我与魏无诚的相遇,本来就不是凑巧,要知道,他从王丈里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站在了草垫之上,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那一幕景象,慕风也看得清清楚楚,他站在月牙海旁的帐篷门口,看着提斯大人立于草垫之上,俯瞰草原湖泊。 我长得比较好看,就算化了妆,也还是比较好看,范贤笑着说道,而且会给人一种愿意亲近的感觉。 当我站在草垫上时,孩子旁边的狐女都在火辣辣地看我,你没有发现? 慕风的脸色都变了,这种自恋的话语,实在是不怎么好接。 但他也清楚,提斯大人说的只是事实,他或许能装扮成普通的商人,但也绝对是商人当中最吸引人的那一位。 我站在草垫上,便是要吸引那个匆匆走出王丈的年轻人的注意力。 范贤说道,我要让他一眼便看见我,然后来找我。 如果说,是我勾引魏无诚来找我说话,也不算偏离了事实。 木芬儿无可奈何地一摊双手,说道,原来是美男计。 二人在帐篷里说着闲话,实际上是等着太阳携照月雅海之时,王丈大雁的到来。 没有过多久,便有一名胡人里的通义角色,前来恭敬请客。 各个帐篷里的商人们纷纷走了出来,没有带着货物,但看他们的怀中,应该是揣着献给蝉鱼的贵重礼物。 木芬的身上也带了一些,具体的安排范贤不是很清楚,他只是走在众人的最后,丝毫不引人注意地向着王丈前进。 那个山下最大的帐篷,那只高高耸立的王岐,标示着里面人的尊贵身份和强大的力量。 看着这一幕,范贤的心里也不禁有些异样感觉。 这便是西湖的王丈了,里面住着草原的主人。 庆国军队与草原的主人进行了无数年的厮杀追逐,却没有一次能够找到这只王岐。 因为西湖王丈随时迁移,而且踪迹神秘,所以不论是当年庆帝亲自领兵西征,还是后来大皇子以及叶家的连番进攻都没有找到对方,甚至连靠近都没有办法。 范贤的脚步缓缓移动着,心里想着,数万铁骑都无法靠近的王丈,居然就在自己的面前。 这种吸引人和诱惑实在是无比巨大。 不过他旋即冷静了下来,西湖王丈现在居然敢如此宣誓在世人面前,也证明了对方的企图以及那些王丈里的中原人所带来的改变。 进入王丈才发现,这顶帐篷已经不像是帐篷,而像是一个式样独特的宫殿,高高在上的顶篷用涂料绘着奇怪的图案。 云中有一光出现,留笔一彩,让范贤顿生几丝熟悉的怪异感觉,像是在哪里见过一般。